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美食频道 今天我来到的是东京都的台东区 气温一天比一天热转眼间,就要三月份了 距离樱花满开还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最近好像看到新闻上说 有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樱花的花蕾 日本南方的一些地方,其实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满开的樱花 而青森等北方地区则需要等到五月份才可以欣赏到这样的美景 这个是我今天在上野公园拍到的几株樱花 我今天要来到的这个目的地就是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炸牛排的小店 牛肉的原料产地是否是日本国产 很多本地人还是非常看重这个指标 同样重量的牛肉 日本国产牛肉要比美国新西兰等地的牛肉贵上一倍左右 日料的菜单都喜欢配一些特写照片 再加上一些刚劲有力的文字 黑毛和牛 新西兰牛肉和双酱雪花牛肉摆在我面前 于是呢,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西兰牛肉 山药泥和沙拉呢是另外点的 但是在牛肉面前似乎很少有人会在意到它们的存在 这个是烤牛排和炸牛排混在一起的套餐 预计到吃牛排的时候酱汁会很咸 还是先喝点水,润润嘴 桌子上面摆放着的应该是牙签和盐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在吃牛排的时候沾上一点盐 现在呢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间 我一般的总喜欢挑客人少的时间段来探店 这个就是今天点的新西兰牛排 我记得好像点的是200克 店的名字只有评价名 翻译成中文或许可能叫做青菜 蘸料呢上面是汁盐,下面是甜酱 汁盐呢其实就是日本口味的椒盐 里面还有非常浓郁的蒜泥 看着这个炸牛排的横截面啊 我有点怀疑它是不是真的炸过 这个是套餐里面自带的蔬菜 我也分不清里面究竟有哪些食材 这个小碗里面成的呢就是蘸蔬菜用的蘸酱 味噌汤呢感觉有点少 不过店员说了味噌汤和白米饭都是可以添加的 好了抓紧时间赶紧加起一块牛肉尝一尝 既然两种口味的蘸酱都有 那就两个都蘸一下 习惯性的用肉包着白米饭吃 一口下去之后感觉椒盐带着蒜泥的香味 明显压过了甜酱 而牛肉本身不知道有几分熟 但是口感和吃生鱼片几乎一模一样 从一开始椒盐和甜酱两个都占 渐渐的变成了完全沉醉于椒盐的特殊味道 很快呢一小碟的椒盐就即将被我用完 其实这家店和京都的圣牛一样也是创建于2014年 全日本的现在总共有5个店铺 而且都在东京 既然套餐里面包含了各种蘸料 自然不能浪费 多尝试一下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 这一小碗特制的酱汁涂在肉的表面也是挺好看的 不过呢吃完一口之后我还是觉得椒盐是最好吃的 相对于和牛套餐来说 同样价位的新西兰牛肉的含量就要多不少 而椒盐呢也是越吃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 索性呢吃蔬菜啊也用上了椒盐 店里面的客人呢来来去去 都换了好几拨 而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我这个吃饭还拿着相机的男人 牛肉还剩下好几片 但是椒盐已经完全没有了 我添过饭添过菜 而此时此刻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添了一碗椒盐 真想问老板要一下他的配方 他们家呢在新宿也有两家分店 而且这两家都在歌舞寄厅 旅游的时候呢记得去尝试一下 也随时欢迎和我分享一下吃到椒盐时候的感受 今天的新西兰牛肉吃的非常的满足 希望下次呢有机会能够尝一下这里的其他几种牛肉 好那本期的日本美食探店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写下你们想看的内容 我随时拿着相机会去探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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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